字幕提供 各位觀眾各位聽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中國真是放寬這個防疫措施 今天宣佈在早前 20條基礎上 發佈了一個新10條 進一步放寬新冠病毒的防疫措施的規定 外媒亦有報導說 未來的一月 中國亦都會宣佈 將新冠病毒 定為甲級病毒 降成為普通病毒 這個普通病毒因為傳染性雖然強 但致病率低的同流感也沒有大分別 究竟他的宣佈會具體如何把病毒定性 暫時我們未知 一定會影響到香港 所以我就在這裡不厭其煩 跟大家 跟進這個最新的進展 你看到很多電視的影片 在北京或者廣州 上海 都把那些核酸檢測的 那些部門 搬走了 對於北京來說 有些詫異的北京人 我看到BBC訪問不少的北京人 當然就說好事來的 就是放寬 他們都說 這個Omicron的殺傷力 沒有其他以前的病毒那麼大的 是進步來的 但是不少人都會覺得很詫異 很突然 會很奇怪 昨天剛才說完 確證人數增加 所以就要嚴加防範 今天突然說放就放了 這個是很中國的 很中國的政策 即是 你說很嚴很嚴 說到很嚴重很嚴重 說到覺得是很大的危機 但是 因為那個決策是一個人做決定的 拍下後來就這樣說沒事了放了就放了 絕對不是一個科學決定來的我講過不止一次 這是一個政治決定來的 放了之後是不是真是 人們會很放心呢 那些人又會 不是啊 即使放了也好 譬如說 有很多地方是不需要做這個核酸都可以進去 商場也不需要做核酸 回家也不需要做核酸 回家也要做 出入也要做 現在不用了 好很多 方便很多 不過那些這樣的核酸的耕頂拆了之後 令到他們覺得 很多問題出現 剩下很少的那些核酸檢測的艇 因為有些地方你進去都要做核酸 有些是48小時的核酸 有些是72小時的核酸 譬如堂食那些 有些人上班都要做核酸 沒有了那些艇的話 少了很多艇就要大排長龍了 他說 有些要等很久的時間才能做核酸 即是做核酸仍然要繼續做 不過 少了很多地方需要強制性 接下來的方向是怎樣呢 會不會有反覆呢 這個我覺得就要注意 那個所謂的十條 放寬這個 防疫措施的十條 包括什麼呢 這樣 因為不再提這個堅持動態清靈 不動搖 而且公佈裏面就不再提這個要求 不能夠採取各種形式的臨時封控 不再對跨地區流動人員 檢驗核酸陰性證明和健康碼 跨地區 而且就很明確地說 具備家居隔離條件的無症狀感染者 和輕症病離 一般都會採取 居家隔離的措施 就是 簡單地說 這個 就是要拉去 什麼社會面清零 數以萬計的人用這個大巴去運去其他地方 去酒店也好或者其他醫院也好去隔離 這件事不再做了 不再做了 那麼 這種情況是不是 強調是繼續下去的呢 那就是由誰去宣佈呢 就是由兩萬年 兩萬年大家知道都是一個強硬派來的 防疫的強硬派 由衛健委 疫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專家小組組長兩萬年 講這個新十條的記者會 目前 這個Omicron 變異株子病力和毒力明顯減弱 全人群疫苗完全接種率已經過了90% 人民群還有健康意識和健康的 雖然的準備 進一步提升防控能力 為今後繼續優化完善防控策略和措施 最終戰勝疫情提供了條件 和保障 他所有的事都能夠自願其說 在今天之前 今天之前就 說是要嚴防死守 仍然是堅持動態清零 不動搖 過了今天之後就可以全面去優化 因為已經是做好了很多的工作了 這十條大概是怎樣的呢 大概是這樣 我略略說一下 最重點的我覺得就是 因應民眾覺得 臨時又封了我的小區 臨時又封了我的房子 不讓我到處去 他現在就說 講到明 無論是 樓層 住宅的區域 按 按流動單元樓層 住戶劃定高風險區 不得 隨意擴大到小區 社區和街道 鄉鎮等區域 不得採取各種形式的臨時封控 根據這一條 其實可能 某個單位的單位 可能會有機會封 然後就說不能按行政區域 用這個全員核酸檢測 做一步縮小核酸檢測的範圍 減少那個次數除了 養老院、福利院 醫療機構 湯兒機構等等的特殊場所之外 不要求提供核酸檢測的 陰性證明 不查健康碼 連健康碼都不查 不能夠對跨區 流動人員 查驗核酸 陰性證明健康碼 不做這個地區的檢測 還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 如果有家居隔離的條件 就要家居隔離 可以自願選擇 這個集中隔離都可以 不過如果你有家居隔離的條件 就可以家居隔離 還有就是藥店 要正常運作不能夠限制群眾在線上線下買退消 止咳 抗病 自感冒等 非處方藥物 以前有限制的 你在 你的手機上 付錢去買這些感冒藥 那些人員就會上門問 你是不是發燒 發燒就要拉去 做PCR 就要去隔離 現在還有一件事 引起一個大的災難 就是 加快推進老年人 這個疫苗接種 按照 應接 進接的原則 強制的看來 聚焦提高60到79歲人群的接種率 加快提升80歲和以上的人群的接種率 各地可以採取激勵的措施 調動老年人接種疫苗 和積極性 80歲以上40% 今次的開放 可能對於老年人來說 是最大的衝擊 死亡人數可能會躁增 這個 中招人數可能都會躁增 所以 這個是 最大的風險 還有就是嚴禁以各種方式 封倒 消防通道 單元門小區門確保群眾 看病就醫 緊急避險等 外出渠道通暢 推動建立社區專門醫療機制 對 機制為獨居女玩 未成年人 孕婦 殘疾人 萬聖患者提供 就醫的便利 強化風控人員 患者和一線人員等 關心關愛和心理疏道 看到這十條 很清楚 針對 早前 中國人 反映 那個 很恐怖的情況 是吧 不讓人出來 火燭也不讓人走 長期病患的危疾的孕婦 不讓人去看醫生 導致很多 所謂刺身傷害的悲劇發生 隨便是 用大鎖鏈 用蕭刊封住一些小區 不讓人出來 一有某個單位的人有事 那個區可能有十幾個或者幾個無症狀的 確診的人 全民要做PCR檢測 全部是針對這些 其實這些事是不需要發生的 為什麼會發生呢 香港暫時來說是沒有發生過這些情況 沒有發生過這些慘劇 香港是 比較理性的比較人道一點的 雖然也有引起很多 突然之間要排隊做檢測 翻風下雨也要做 三十幾四十度也要做檢測 排隊有些人覺得很不舒服 很快就得到這個改正 中國大陸不是 這個就是體制的問題 上面 下個命令 底下就層層加碼 這個就是 長期以來的 政策 使然 因為你不加碼 我都說過不止一次 就會被追究 就烏沙不保 加碼最多是工作方法的問題 不是政治路線的問題 因為那時候 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 你沒有 做到這個 為了 動態清零 而做的方針措施 你就是等於動搖 動搖就在政治上犯了錯 但是 凡事左三分 做到盡 即使有人死 只是工作方法的問題 不是政治路線的問題 長期都是這樣的 以前一胎化政策 逢你懷了第二胎 就拘捕他 即使你不知道多少個月 去到盡快生的 都要人工流產 所謂墮胎 至很多悲劇發生 生了出來 都可能要 所謂殺嬰的情況會出現 因為上面有個政策叫一胎化 底下就要層層加碼 所有東西都是這樣的 即是那些口號就很多人害怕 要全家受害 如果你有超生的話 要罰錢 所以這些上面下來的政策 包括今次 即是人工流產 即是一胎化 所影響的可能都是個別農村的 想生多個兒子 不是全民 今次怎麼會引起全民的大反抗呢 就是因為 由東到西 由南到北 由廣州 上海 到這個新疆 西藏 所有人 由窮人到有錢人都受到影響 為什麼很多人逃亡呢 為什麼馬雲要要離開 中國去這個 這個東京 日本東京 躲起來那麼久呢 很多有錢人 除了擔心 被共同富裕之外 還有個防疫政策 他們吃不消 頂不住 是吧 即是上海一封控 有很多人 在家 有錢人 都說 怕買不到食物 所以這次對於共產黨來說是一個非常之大的教訓 非常之大的教訓 但是他們會不會吸取這個教訓呢 比如我剛才說 很多專家都說到明 八十世以上 六十世以上的長者因為接種率那麼低 這次開放 是隨時會 大量的人中招 死亡 現在就用強制的方法 應接盡接的方法 為老人家打針 會不會有抗拒呢 會不會打針之後有後遺症呢 這是另一個 會出來的問題 如果沒有經過這個天然的免疫沒有經過這個群體免疫 開放了之後 會有大量人染病導致醫療系統崩潰的話 會不會走回頭路呢 這些全部都是未知之數 更加關鍵的就是中國大陸放了 香港會不會放 會放到多少 是不是真正正正伏償 早前才說的 零加三你不要再討論 李家超說 零加零有大家有不同的定義的不要再談了 因為中國大陸未放 今次中國大陸真的放了 香港 會不會跟著會放呢 我們的檢查措施 這個安心出行的措施 這個疫苗通行症的措施等等 會 會不會繼續下去呢 會維持到多久呢 我們的口罩 台灣的措施 會不會繼續呢 會不會維持到多久呢 台灣已經放了 這些全部都是 一個未知數來的 我們繼續密切監 監視著這件事 有新的進展 跟大家繼續報導 聊到這裏 我繼續支持我Patreon 繼續支持我心直有快channel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好呀 我來不見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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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